六十六,《香港相報》2013年5月12日報章 此零二週日生活一年輪命拜陳一年前途光明人生 闊報1986年9月12日出生的韓先生,一個人的白智中,總有一些優點,也帶光勾寫缺失 當輪命者看到命主政走向人生光明路,心情也會特別好 如果連看數個命運忍淡的白智,心情不其然會有點低落 韓先生的白智是一步步走向光明的好例子,一步步帶運走過去 暴理如見清爽,此白智主人頭腦靈活,心思細密,此時開竅較遲 二十歲之前,書完較薄,如能堅持到二十歲後仍繼續升學 未來成就事大大不同,心思靈巧的你,每有自己創業的念頭 從二零一零年起,已經步入你的創業期,值得去做 由於本錢得來不易,我並不擔心你投資太大 倒是可能太過步步為營,錯過了一些機會,做那種行業都可以 只要是你自己認為擅長的便可,目前是你於動中取材 要四處奔望去找生意,很難停下來,留意四十五到五十歲之間 你將遇到事業難關,家庭也因錢財而起爭執,以儘量低調度過這困難的五年 因緣早遇,二十二歲見好因緣,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年時結婚的好時年 夫妻而人性格相近,卻常因一時之意氣而鬧不快,相當不值 但總的來說,可一分到老,但需提點的是,如果已分,下年已有分愛情 是難桃花,備之則吉,近年可能是二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需要跟妻子分開一下 小別性新婚,不是壞事,命中有一個質素很好的孩子 二零一五年之前可得止,但每因工作而罪少來多,親子關係是一大課題 命中會選一子,妻子懷孕時極須安胎,而多彩中以致意見 去年增半家,但因流年不吉,二早跌狀之傷,今年出憑次數也多 事業平均成長,雖然運身是忙,但也忙的值得,夏年大環境有變 事業雖穩中求成,切勿操之過急,身體不錯,但因五行缺水 建議有控多到海灘,多參與水上活動,對健康與財運都有好處 若秋煙的畫,而盡早將知戒調,陳一言,歡迎讀者提供八字批名 Turningayan at gmail.com